释迦牟尼佛 也有冤情在住 头号的冤家 魔王波寻 佛在最圣的时候 佛法最圣的时候 魔王波寻来护法了 是释迦牟尼佛的护法 他在等机会 波寻曾经告诉世尊 他总是想方法要把佛法灭掉 佛告诉他 佛所设的一切法 是传正之法 是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 任何力量都不能够坏佛法 波寻就说了 等到世尊末法时期 你看正法他不能破坏 相法他也不能破坏 到末法时期 他说我让我的母子母孙 让他的子孙通通出家 披上袈裟 献鼻丘相 来破坏佛法 释迦牟尼佛听到 一句话不说 流眼泪了 经典里面记载 譬如私自成 还设私自我 佛法如此 事法也如此 怎样能保全呢 世世代代 急功累得 才能保全 哪一代 学气得行 走杀 真理重瑜 这一代就毁掉了 这一代就毁掉了 您要小心 这一代就毁掉了